我们来看物字这一行 物字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这种左右结构 它以正式 左边相对来说一种正的式 来书写 而右边呢 它全曲斜式 写到这儿 注意这个勾 调得饱满净力 而且比较长 我们看 这两撇呢 在书写过程中 除了注意它的式以外 我们看这个勾 一直挑到那儿 跟这个撇都相交了 所以注意一下 一个是它这种正的感觉 跟它这种斜的感觉相结合 造成的自行生动 那同样在式字中间 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 上边的日子 写的少见的方正 包括这一横 这个构建 我们一看 它基本上写得非常正 而到底下呢 下半部分 我们来看 它靠这些点 跟撇纳 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这种舒展的式 表达得很明显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 我们写以字 宴塔圣教区中 以字比较多 整体的写法 基本上都一样 但是同时呢 内里它也有一些 很细微的书写中的变化 像这个撇 它受镜 尖利 然后这个点呢 两头件 然后空中回 尤其这种尖点呢 要注意 不能啪一下打出去 打出去以后 要有空回的式 要不然这个字 整个会把这种字式 破坏掉 亏 注意这些地方 也就是说 这种线 它以细进 这种线 它以细进来表达的话 这些地方 含蓄 饱满 形成互补 然后在 血宝盖头之下 底下这个硅 左半部分 写的动感十足 注意笔画之间的穿插 适的硬带 这种钩 我们会发现说 它往回调 其实向上翻的时候 它就用势 从内里看 是往外打的 从外边看 它其实向内包的 这样 气不会泄 天子 天子 注意两横之间的关系 跟角度 它向右上倾斜 比较足 然后第二横 回过来以后 在这个撇 和那之间 它们角度分的 不像我们写其他字 那么开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天字 相对来说 这个角度 比较小 好 写完天字以后 天字是书 见字 马上就是一个字形 比较密集 字形的笔画 非常密集 而天字上边 刚好 也是一件一个 笔画密集的盔子 所以我们看 变成密 书 密 这种穿插 很明显 之所以说 楚隋良 囚禁 婉约 颜媚 同时也跟他 在书写过程中 有很多笔画 本来 在其他 书写情况下 它可能会写的 比较接 笔画跟笔画之间 搭接的比较实 而在雁塔当中呢 它会 有一些虚接 甚至就是 故意空 还不接 只是 式的连贯 非常明显 我们来看这个弟子 就是这种情况 它这个树 到这儿 这个式都带过来了 但是它这个椰子 这边 这种情况 它非常明显 整体上 它通过长笔画的 书写 又不显得那么散 它这种散 是一种散弹 消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行 我们现在的椰子 我们下午一下 为什么会错了 我们下午了 你的所以複药 这个日子 我们下午 完没了 如果我 就不下